世界上最独特的20只宠物 从类似国宝的拉布拉多 到像外星人一样的猫 再到拥有金属四肢的猫 这些可爱又奇怪的小家伙们 有的拥有两个脑袋 有的拥有六条腿 还有的甚至长有翅膀 特别是最后一位 居然感动了亿万网友 如果你是新来的观众 记得点击订阅 既可以收到新内容 也不会错过往期的精彩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第二识白眼狗 这个看着有点像 大熊猫的眼睛 可能你以为这是画的 但它的确是真的 因为这条拉布拉多 换了白电风 小狗叫卢迪 这些独特的白斑 并非天生旧有 而是在卢迪几岁时 才开始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白斑逐渐扩大 愈发明显 这也使得卢迪的外貌 变得更加与众不同 家人亲切地 称他为白眼狗 这个昵称 非但没有贬低之意 反而充满了爱意和幽默 卢迪的独特外貌 让他在家乡洛杉矶 声名雀起 但他吸引人的地方 远不止于此 他性情温顺 喜欢玩耍 总是能给周围的人 带来快乐 他就像一个小太阳 用他温暖的光芒照 亮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第十九 外星猫 小猫名叫马蒂尔达 他眼睛像外星人一样 又大又圆 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 其实 他患有一种罕见的基因疾病 导致眼睛不断变大 最终失去了视力 甚至危及生命 马蒂尔达的主人 是在他眼睛正常的时候 从收容所领养的他 随着时间推移 马蒂尔达的眼睛越来越大 最终占据了大半张脸 无奈之下 大家决定为他进行手术 幸运的是 手术很成功 虽然马蒂尔达 再也看不见了 但他依然在主人的陪伴下 快乐地生活着 第十八 鸟鱼 你说这是海豚出了鬼 还是鸽子劈了腿 说起来让人心疼 这条鱼的嘴巴 其实是环境污染的井中 在中国西南 一位男子 捕获了一条鱼两斤重的金星鱼 正准备饱餐一顿 幸好他多留了个心眼 咨询了专家 结果专家说 这条鱼根本不能吃 原来水质污染会导致水中缺氧 鱼儿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发育 就会出现畸形 所以 如果我们再不重视环境保护 未来可能连鱼都吃不到了 第十七 六腿猫 如果猫真的有九条命 那拥有六条腿的猫 是否拥有十二条命呢 有一只名叫宝丽的猫 居然有六条腿 它的出生吓到了猫主人 并在随后成为了流浪猫 但好在被流浪猫救助协会收留 它多出的两条腿 并没有行走功能 并且还影响到了正常行动 因为担心 这样会影响到宝丽的健康 长期以往 可能会对它不利 最终 小猫在2018年做了截肢手术 显然手术是成功的 多余的腿已经被顺利切除 相信它 可以快乐地做回正常的喵了 第十六 双鼻边目 这条小狗名叫托比 与一般天生畸形的动物不同的是 它并没有因为两个鼻子造成不变 反而得到了普通狗双背的嗅觉 它是由动物救助协会 在街头发现的 当时几乎奄奄一息 后来托德 雷 收养并救活了它 托德 雷拥有 收养世界上最多双头动物的吉尼斯记录 当它看到托比有两个鼻子时 它立即决定收养它 小狗现在非常健康 虽然早年被主人遗弃 现在却因祸得福 拥有了超能力 第十五 四耳猫 这只四耳猫 出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视频中的它刚满四个月 这些奇怪的耳朵 并未连接头骨 所以 它并未得到双背的听力 通常这类小猫很难有人收养 不过好在 一位名叫Kenas的善意人士 给了它温暖的家 第十四 奇美辣猫 如果你纠结养黑猫还是白猫 那我建议同时都养吧 这种猫通常被称为奇美辣猫 小猫在出生时 有两种不同的细胞 每一种都有独立的基因 小猫名纳尼亚 一半脸是黑色 另一半是灰色 而且它眼睛是蓝色的 这种情况在该品种 不太常见 特别是成年猫 更是少见 然而 在某些品种中 它们比较常见 如仙罗猫和班尼斯猫 更奇怪的是 它的孩子 分别继承了一半的颜色 关于猫咪的面部 为何会这样 确切原因尚不清楚 但专家们认为 这是两个胚胎 在子宫中融合的结果 在猫中极其罕见 第十三 双头猫 它有个奇怪的外形和名字 小猫名叫弗兰克和路易斯 它有两个鼻子 两个嘴巴 以及三只眼睛 不过中间那一只 并没有功能 不过 它名字虽然是两个 但实际上只有一个大脑 所以理论上 算同一个体 这种双头症 通常在出生后的一天内 就无法存活 然而 小猫最终却活了15岁 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双头猫 并被吉尼斯所认证 第十二 迪姆卡 这只可怜的小猫 在俄罗斯被发现 当时全身冻伤 被迫只能截掉了四只和尾巴 不过好在 善心人士 为它量身定做了四只 这些假只 都是三地打印的 小猫腿部连接处 有先进的生物膜 可以降低感染风险 并且 小猫也终于不再流浪 也有了迪姆卡这个名字 它也能如同别的猫咪一样 活动或者走动 还能跳上沙发坐着 这也使得迪姆卡 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 四条腿都有甲肢的猫 第十一 三脚牛 说真的 牛有三个脚 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情况 这段视频 在乌干达拍摄 是当地的安科牛 它们巨大的牛脚 在非洲文化中 被认为是财富的象征 同时牛脚 还具有调节体温 和散热功能 那这家伙的散热性 能估计拉满了吧 另一段视频 是源自印度的流牛 并且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可以看出 中间似乎 还有一只未睁开的眼镜 不过 它并没有视力功能 但在印度 这种情况 会被当地认为 是十分神圣的 第十 天石猫 在西方神话中 有一种长着翅膀的狮子 被称为狮旧 在现实中 同样作为猫科动物的猫咪 就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案例 它们的背部 长有毛茸茸的肉翅 看起来就好像 天使下凡一般 而且 有一些特别的种类 小翅膀还能煽动 不过 因为体型原因 它们并不能飞翔 这种现象比较少见 大多是因为 基因突变导致 可问题是 长翅膀的现象 在其他动物身上 几乎找不到 是否说明 猫咪的祖先 或许是一种 我们不曾发现的 会飞的生物呢 第九 长颈狗 看到它 你会觉得 视频开了长脖子特效吗 反正 我只听说过长腿特效 这种特别的狗 是非洲的一个品种 赛德鹤狗 也就是说 它们标志性的长脖子 并非基因突变 而是正常现象 这是一种猎犬 长长的脖子 有助于它们 具有更好的视野 观察猎物 但视频中这条 名为布鲁迪的犬 比普通的赛德鹤狗 还要长 这不禁让人怀疑 难道长颈鹿 在基因中参了一脚吗 第八 无毛羊 2022年4月 在土耳其 诞生了一只 无毛的黑山羊 它因为基因异常 导致毛发不会生长 这对于它们来讲 并不会有生命危险 只是没有毛发的阻拦 更容易被蚊虫叮咬 虽然很多人喜欢吃羊肉 但因为无毛羊太过稀少 所以物以稀为贵 通常 它们会被当作宠物饲养 也会被科研机构 作为基因学样本研究 第七 白电风猫 当你养了一只黑猫 如果厌倦了它的颜色 该怎么办 这只名叫摩勒的猫咪 就会改变颜色 给你新鲜感 当它七岁时 它的皮毛颜色 突然开始改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皮毛开始变白 不幸的是 这并非猫咪的魔法 而是它得了罕见的白电风 这种情况 在人类都比较罕见 更别说猫咪了 它也因此走红网络 第六 人脸狗 你一定会想 这张图是屁过的 因为它的眼睛 确实和人类的太像了 这只特别的狗 叫做游基 它的主人 在上传这些照片后 不料爆火网络 看这张对比 能明显看出 游基有着一张人脸 你觉得 它像你认识的哪个人呢 再评论区说一下吧 第五 双头蛇 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每一万次出生中 只有一次 而且只有少数幸存下来 这种基因异常 是因为胚胎在分裂过程中 并未完全分离 从而导致有两个头 两颗心脏 甚至有失两个独立的消化系统 这种两头动物 在野外几乎不能存活 因为它们会被赶出族群 更容易受到捕食者攻击 并且在捕食的时候 会因为意见不合 而产生矛盾信号 增加捕食难度 第四 独眼猫 克莱德是一只独眼猫咪 出生于2012年 独眼生物 通常只在神话中的独眼巨人 身上看到 当小猫出生时 它的主人和医生都非常震惊 并且它还没有鼻子 不过不幸的是 它没有活下来 第三 断文鳄 鳄鱼是极其凶悍的生物 它们甚至同族之间 也经常争斗 这个名叫断文鳄的家伙 它的上鳄就是被咬掉的 因此 它不能像普通鳄鱼一样吃东西 它无法从地面叼击食物 也失去咬碎肉块的能力 不过好在 动物园的主人 对它额外照顾 会专门把肉搅碎 做成它最爱吃的肉丸 亲手投胃 在长期的相处下 小鳄鱼已经和主人产生了依赖 你看主人抚摸它时 这享受的表情 就能看出它们深厚的情感 第二 五腿羊 2017年 在英国德比郡的一个农场 诞生了五条腿的羊羔 这种情况被称为多脂症 虽然多脂症 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病症 但它在动物中并不算少见 曾经就报道过关于 牛 鸡 猫 和狗出生时带有额外的肢体 然而 羔羊出现多脂症 还是相对罕见的 这只英国的羔羊 是25年来 第一只患多脂症的羔羊 在某些情况下 多脂症 可能会对动物造成健康问题 例如行动困难 增加受伤或感染的风险等 然而 农场主说 这只羊羔就像没事羊一样 这就更加稀有了 它成为了农场的宝贝 农场主再次表示 它会一直养着小羊羔 第一 吐蛇猫 当猫咪很放松的时候 有些喜欢伸出它们的舌头 比如这张照片 是不是看起来 特别憨态可居 这只小猫叫做Liu Bob 不过它的舌头 几乎是一直往外吐着的 再加上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足以融化万千少女的心 不过这些并非是健康的 实际上 小猫患有先天疾病 比如天生短小的下巴 使得它舌头很难被下巴包裹住 同时还患有骨质硬化 可以明显看出 小猫走路的姿势 和正常猫咪相比 显得特别僵硬 虽然这一切 都使得小家伙更加可爱 这些视频也让它成为了一位小网红 不过好景不长 小猫跟病魔抗争了八年后 于2019年12月1日去网喵星了 但那可爱 又不像命运屈服的形象 将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还见过什么独特的宠物吗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或转发给你的朋友 一起观看 那么 让我们下期再会